大家好 这里是李聊 欢迎新朋友订阅本频道 感谢老朋友分享扩散本频道 李聊这乡有李聊 旧影像新话题 今天的旧影像啊 咱们跟大家聊聊1973年 中共十大上的毛泽东 这上面呢毛泽东有一幅图片 大家看 下面有一行字 叫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用毛泽东浓动的湖南的口音说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跟大家聊 那么这个新话题呢 我们再说说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在三周之内三次连续颤抖这件事 我们说这两个话题啊 这个新旧话题的共同之处 就是都是最高领导人的健康话题 那么关于最高领导人的健康话题啊 从国际上来讲 都是既敏感又神秘的话题啊 也是公众感兴趣的话题 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说无论男女啊 年岁大了以后啊 身体出现点状况都是很正常的 也没有什么超人能够所谓的什么长生不老 万寿无疆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 在中国啊 经常啊 大家呼口号 那么其中著名的口号啊 就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那时候呢 在林彪还没有倒台之前 那时候呢 还要烧上一句啊 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可惜啊 在1971年的9月13号 64岁的林彪元帅 折戟沉沙 摔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汉 那么1976年的9月9号 83岁的毛泽东 撒手人寰 这个万岁啊 万岁万万岁 那么他连个长命百岁 也没有达到 按下伟大领袖 这个话题先不表 咱们先聊聊 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默克尔 这个安格拉默克尔啊 她现任是德国总理 德国基民盟的主席 这个基民盟啊 她的全称叫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那么默克尔呢 1954年的7月17号 生于德国的汉堡市 那就过两天就她的生日了 马上就年满65了 那么默克尔的父亲呢 是一位新教的牧师 母亲呢 是一位教师 默克尔一岁的时候呢 他们全家的移居到了这个布兰登堡的坦布林 那默克尔的少年时光呢 是在那里度过的 也说她在东德呢 生活了36年 两德统一之后 2005年的11月份 她成功当选联盟党和赦兵党大联合的政府总理 她成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并且在呢 2009年和2013年的大选当中 成功获得连任 默克尔啊 表示 她将在2021年卸任她的总理职务 默克尔工作起来啊 是个拼命三郎 非常勤奋 而且她的工作作风呢 沉稳务实 所以她在总理期间 她的成绩是娇人的 在德国政坛上啊 也素有铁娘子之称 我们说这个铁娘子啊 在这个整个世界政坛上 受语的人不多 比如说原来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我们把她称作铁娘子 包括中国的前国务院的副总理吴怡 也被人们称为铁娘子 包括美国的前国务卿啊 希拉里克林顿啊 就是那个克林顿总统的老婆啊 也有人把她称作铁娘子啊 一般上都是指的 在这个政坛风格上相对比较强悍的女性 那么2015年呢 欧洲面临着三大危机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就是希腊的债务危机啊 乌克兰的局势啊 跟叙利亚的难民潮 那么面对这三大危机来临的时候 德国的默克尔每次都是挺身而出 那么他在年初呢 就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站在一起 为缓解乌克兰危机呢 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紧接着这一年呢 希腊金融危机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的稳定 但是又是默克尔出来啊 采用务实的态度和切实的手段处理了危机 那么默克尔对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难民危机的处理呢 也把他推上了欧洲良心啊 这样一个高度 那么大家的很可能更关心他对中国的态度 那么概括起来说呢 默克尔他重视发展跟中国的关系 他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在西藏问题上 就人权问题上 他保持强硬的立场 那么2007年的 9月23号 默克尔在他的总理官邸 会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 他明确表示 支持西藏文化自治 那么他是现任总理正式会见达赖喇嘛的首次 那么在这个价值观外交上面 他是赞同美国的价值观外交 并且在这个基督教联邦党提出的新亚洲战略当中啊 他说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了挑战 默克尔他重视家庭 他一生到目前为止有过两次婚姻 现任的丈夫呢 绍尔是个大学教授 默克尔每天起床以后的头等大事啊 就是给他的丈夫准备早餐 他希望呢 他的丈夫在出门前能有美味可口的食物填饱肚子 在生活作风方面 默克尔虽然身为女性啊 又贵为政坛的风云人物 但是几十年来 他一直没有什么绯闻方面的传出 那么近来呢 三周三连斗啊 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第三次发生这种身体颤抖的状况 引发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疑虑 有人呢 怀疑他可能是得了帕金森 那么专家声称啊 说这不太像帕金森病 因为帕金森的这个震颤的特征啊 跟他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这个呢 更像是类似于打寒颤的那种颤抖啊 就是冷了以后呢 一激颤啊 那个颤抖 那么这种类似打寒颤的这种颤抖症呢 往往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失调有关 那么我们大家注意到啊 这个默克尔的第一次颤抖出现在6月18号 这一天呢 他会见乌克兰总统 那么正在这个奏国歌的时候呢 突然呢 不受控制的就颤抖起来了 整个过程呢 持续了大概一分多钟 接着不久在6月27号 默克尔在这个日本大阪出席G20会议的时候 再次出现身体明显的抖动 当时啊 这个默克尔呢 站在演讲台的边上 听这个啊 别人讲话 那突然呢 他的腿开始颤抖 手臂呢 也开始颤抖 那么抖动呢 将近了两分钟 工作人员呢 默默的递给他一杯水 他接过以后没有喝 又把这水还回去了 那么最近这一次呢 就默克尔全身颤抖 大约一分钟左右 所以他的程度相比较 前两次而言呢 稍微轻松了一点 默克尔一个月啊 身体失控颤抖三次 这件事呢 就引发了外界 对默克尔健康状况的担忧 据悉啊 执政14年以来 默克尔一直以身体健康为荣 英国路透社曾经称啊 说这个默克尔啊 戏称自己是一头睡眠的骆驼 他说可以连续几天长时间的工作不休息 而之后呢 只需稍微睡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那么到周末的时候呢 他会用大睡特睡来补觉 那么一向健康的 现在还没满65的默克尔 到底怎么了呢 那么第一次颤抖的时候 默克尔他对外解释啊 他说当时只是有点脱水 他后来喝了三大杯水 感觉挺好 第二次颤抖的时候 他没有解释 他的团队表示啊 他说他早前那次颤抖的记忆 导致他出现了第二次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过程 那么专家在解读这两次颤抖的时候说 他说当患者出现明显焦虑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肢体的震颤症状 如果出现了一次 而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 那么确实呢 会存在再次发作这样的担心 而正是这种担心 会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我暗示 从而诱发再次出现的焦虑反应 那么焦虑时出现的 这个肢体震颤的持续时间呢 取决于焦虑的严重程度 跟这个患者的调节能力 那么焦虑越重呢 又持续越久 如果知道懂得调节 那么这样的震颤呢 可能会有所缓解 比如说做个深呼吸呀 或者说给自己积极正面的自我暗示等等 那么跟专家这个东西相吻合的呢 就是大家注意到 在第三次颤抖的时候 默克尔在小声默念 那么这个视频呢 流出之后 有这个唇语专家 解读这个嘴唇的 这个语言的唇语专家就表示 说默克尔当时在默念什么呢 默念说 我能挺住 默念这几个字 默克尔马上就要年满65岁了 他表示啊 自己很清楚 马上就是65了 又老了一岁 尽管这个65岁生日啊 不像60岁呀 或70岁生日那么重大 但是他毕竟呢 意味着年纪已经不再年轻了 那么他还呢 特别强调 说任何事物啊 都有积极的一面 老了一岁也意味着更加老烈 你看 默克尔呢 确实是他从积极的一面来解释衰老 说明他这个人呢 还是心态很积极很阳光的 让我们暂时离开默克尔 把视线回到中国 时间回到公元1973 聚焦中共十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中共十大 他是在1973年的8月24号到28号 在北京召开的 那么出席大会的代表是1249人 会上周恩来做政治报告 王洪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随后呢 就召开了十届一中全会 那么在这个一中全会上 就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当然了 就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那毛泽东的这个主席呢 一直干到他去世 所以这就是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 那么周恩来王洪文康生 叶剑英和李德生 当选为副主席 另外呢还选出了一个 21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我们看这政治局 21个委员都是谁 就是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成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季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希莲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碧武 那么可能这个名字呢 大家有些人熟悉 有些人可能不熟悉 我刚才呢 匆匆的把这21个人说了一下 您可能没记住 但是您可能记住的 除了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华国锋 这些人之外 那么您可能注意到了 四人帮 就是日后的那个四人帮 全部在列 也就是说 中共九大 是林彪的人马 全面上位 那么到十大的时候 林彪的人马 已经在里面全部消失了 取而代之呢 就是四人帮这个力量的上位 1971年的10月1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会见了斯诺夫妇 之前我们给大家聊过这个话题 那么当时呢 他释放的这个信号 不仅仅是说 毛泽东 我非常重视感情 非常重视跟斯诺夫妇 这样老朋友的情谊 而是透过这样一个照片 在人民日报上的刊登 是想对外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中国希望跟美国发展友好关系 那么这样一个信号呢 没有被美国看懂 至少当时美国没有看懂 所以后来呢 金星格也解释 他们没有看懂 中共释放的这个善意 说几张照片了 实际上当时呢 还有一张图片 那里面有林彪 但是呢 没有为官方呢 大家渲染 主要是后来出现的林彪事件 我们说这个 在中共的宣传史上啊 这种做法呢 不是第一次啊 典型的就是那个油画 开国大典 咱们找机会呢 在这个旧影像新话题当中呢 聊那幅油画 中间的人员的 起起伏伏 更更改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不说这个话题了 那么七一年啊 十月一号 在天安门城楼的这幅图片 那么我们看一下 毛泽东看上去呢 是很健康的啊 用那个时候我们形容伟大领袖的词 健康方面的词 就是神采意义满面红光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看上去啊 毛泽东确实是啊 神采意义满面红光 我们说 1970年呢 毛泽东是77岁 毛泽东是1893年生人 那么1971年的四月份 在这个中美方面 在第一次中国给出去的暗示 美方没有及时领会和回应之后 那么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乒乓外交 那么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呢 就是吴旭军 就是毛泽东那个保健护士长吴旭军 我们在这个第98号视频当中 我给大家呢 聊过这个话题啊 当时那个题目 应该是大阪G20落幕了啊 习近平提到了乒乓外交 一位小女子啊 当年见证毛泽东的决策 一位运动员的命运 也因此起伏 小球转动大球的偶然与必然 待会呢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呢 贴在下面 如果没有及时去观看这一集的呢 大家可以找过来看一看 我们说这个吴旭军呢 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 那么他从1953年到1974年年底 在毛泽东身边整整工作了长达21年 最应当说呢 他对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啊 非常的熟悉啊 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呢 领会的也非常的到位 那么关于他在71年4月份 小球转动大球这段乒乓外交史上 那么他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段历史的讲述 我刚才提到那个我的98号视频当中啊 大家可以翻一翻去看一看 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个节目了 经过了71年4月份的乒乓外交 又经过了巴基斯坦领导人啊 这个中间的斡旋 我们说7年的7月 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啊 基辛格就秘密访华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开始了啊 中美两国高层的正式接触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些图片啊 就是基辛格秘密访华 这个时候跟毛泽东中来见面的啊 相关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的身体呢 还是很健康的啊 也符合我们说的那个身材意义和满面红光 至少说我们说这个78岁的毛泽东啊 看起来呢身体还是不错的 那么1971年基辛格访华之后不久 那么71年的9月份就发生了林彪事件 那么说林彪这件事呢 对毛泽东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啊 因为在党的九大上面 毛泽东钦点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啊 并且把这样的一个地位呢写进了党章 所以那个时候呢对外说呢就是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啊 林副主席 那么林彪事件过后的五个月之后 也就是1972年的2月份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那么在毛泽东和尼克松啊 见面的这样的图片当中啊 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观察到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跟五个月前相比 是急转直下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讲啊 毛泽东和这个尼克松见面的时间 当时安排的非常的短 也就是象征性的见一下就行了 主要是毛泽东的身体随时会出现重大威胁 那么据说呢 在毛泽东跟尼克松会见的 这样会谈地点的旁边 医护人员呢已经把这个强心剂 把这些抢救的用药 已经抽到了针管里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态 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 开幕的那一天呢 毛泽东步履蹒跚的步入了会场 会场当中一千多名代表 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午呢 大会根据议程 就是周永来呢做政治报告 做完报告以后 大会应该休会了 按照惯例呢 是所有的代表要起立鼓掌 目送主席台上的领导人先退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代表起立鼓掌的时候 毛泽东和周永来啊 他们也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 鼓掌回应 但是这个时候呢 细心的护士长吴旭军就发现毛泽东的双腿在颤抖 而且呢 鼓了一会儿以后 毛泽东就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 就站不起来了 毛泽东脸上显出了非常无奈的表情 面对着麦克风 毛泽东对代表们无奈的说了一句浓重的湖南口音的话 你们不走 我也不好走 那么吴旭军一听 再一看毛泽东的腿就明白了 毛泽东是站不起来了 更是走不了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说机灵的吴旭军 那此时呢 就跟旁边的周永来说 说啊 主席的腿呀 是站不起来了 恐怕是在代表们之前是离不了场了 您是不是向代表们宣布一下 叫他们先退场 那机智的周永来心领神会 马上拿过麦克风 对着在场的一千多名代表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 要目送大家先退场 请大家马上退场 这代表们一听 呦 领袖让我们先退场 我们得想一个号召啊 赶紧退吧 所以一边退 一边呢 一依不舍的 鼓着掌 喊着万岁 总算是把这个场退了 这时候工作人员呢 才在秘密的状态下 把毛泽东呢 请出会场 所以说那个时候啊 就领导人的身体状况 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身体状况 是国家的绝密啊 不能够让外界的知道 今天的旧影像新话题 我们跟大家聊的是 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三周之内 三次莫名其妙的颤抖啊 这样一个新闻事件 另外一个也勾连了一下 1973年中共十大啊 毛泽东那个 你们不走 我也不好走 三颤抖的默克尔啊 十年六十五岁 走不了的毛泽东呢 十年八十岁 这正是 六十五岁的默克尔 该颤抖时就颤抖 甭管服不服老 2021都退休 八十岁的毛泽东 你们不走 我也不好走 小女子机智应对 也难增领袖扬寿 本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订阅理聊 分享扩散理聊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点赞 订阅和转发 也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 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衷心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